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个时候只有21岁 之后又夜夜妈妈带带她 不过他们都相计因为癌症离世 姑虎伶丁她入住了云彩关乐中心孤儿院 生活了4年多以为可以安定下来 谁知道 去年中小女证实幻想成神经管细胞瘤 由于肿瘤很近脑干 手术风险很高 还甚至安排她来香港做手术 熬过手术 经历短暂失明 瘀炎和手脚失灵 之后再练穿的花疗和放疗 在放疗的过程中 小女曾出现脑内压身高 还有骨髓抑制 一度面对随时停止放疗的危机 她对放疗的副作用反应都很大 6月底第一次放疗之后 一直不停呆 虽然过程很痛苦 不过哭过之后 她就继续咬紧牙关 一直撑下去 虽然手有点震 但为了重新插笔写字 她努力重复练习 头发的眉毛全部脱掉 她曾经好在意 不过 经过中心人员的鼓励 久违了的笑容又重现 白血球牵低的小女 最后一次的花疗完成了 不过 漫长的康复之路 现在才是开始 她需要大家的捐助支持 谢谢大家可以帮助我 也可以帮助其他小朋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